欸太太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要錄影喔你在那幹嘛 你剛剛叫我什麼 太太 你剛剛叫我太太 可惡 我也沒有想過我會有這一天啊 所以我也覺得蠻神奇的 但是叫S太太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會很想要知道 你現在想要到底幾個月啊 我現在我離掉啊 我都遮得很好 對你遮得超好的耶 完全沒有人 你公布了大家才發現耶 對我3月8號婦女節的時候恐怖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思維是很傳統的 就是我做的傳統是我會覺得好像 一個人的過程生小孩必須要經過談戀愛 然後結婚生子 所以我自己也對自己的價值觀 也是有打架了一陣子啊 就是在想 欸怎麼辦 會不會有人覺得這樣我很奇怪 因為我必須說就是 在我當時知道的時候 然後我要下決定之前問了超多人 問神啊問什麼都有 但是呢 問我的男性友人 所有的男性友人都會說 這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爸爸當過爸爸的 這真的 欸是真的很辛苦 你現在從事耶 你不要想 你現在還有三個月內期間 你都來得及 你考慮 你討厭我也沒關係 你拿掉 然後 我就會有一種 真的嗎真的嗎 我就開始有點受影響 但是這個情況我問到 女生朋友 或者是當過媽媽的朋友 他們都會說 很好啊 你剛剛不生 就剩下一次游 這 OMG你知道多少人 多難懷孕嗎 然後 一群女生都會支持你這樣 然後我就兩邊一直打架 我就想說 靠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都會先談說 因為對方都會 一定會先問 問說 那對方 孩子的爹知道嗎 然後孩子的爹 有打算怎麼樣嗎 你們要結婚嗎 我說 我覺得對方 也很shock 跟我當時 很shock 是一樣的 就是 男人的錢 好嗎 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很安全 然後你不要底下留言說什麼 你幹嘛不幹嘛 你幹嘛怎樣 欸欸 我也覺得這件事情 就順其自然 然後對方也沒有不好 對 然後他也覺得不太可能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 在我生日第三天發生 我發現了 然後才覺得 哇哦 我人生地是 這樣 所以我就在思考 到底 我一直在衡量那個 很邏輯去思考 哪一個對我比較好 就你當下看到那兩條線的時候 當下有襲擊而泣嗎 我覺得當下是很難過的 因為我的價值觀就是 就是 戀愛 and then結婚生子嘛 那我才剛開始覺得 欸好像可以 好像也許 maybe 可以談戀愛的時候 欸就跳過那個關卡了這樣 然後我就瞬間 我覺得我跟孩子的爹 兩個人都 就呈現一個比較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的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也沒有經驗 我也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兩個 就是我自己 決定了啦 他就尊重我的決定 所以我自己決定以後 我就覺得 那他不管怎麼樣 他要不要負責都沒關係 那我願意這樣子做 所以我就決定 就這樣 欸但但但 喔孩子的爹的爹 就有訂閱我youtube 超棒的看到 他肯定會看到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說話 嗨 嗨 可是有些人會想說 好那你這樣子 跳過結婚這一塊 那你自己養小孩 那你在經濟上面 也不是說不解 而是我覺得這件事順理自然 所以我後來就學會一件事情 就是 我後來有個價值觀調整 如果我拿掉小孩 我心裡承受的壓力 可能會比我不拿還大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都說 生小孩多辛苦 帶小孩多慘多慘多慘 可是我都覺得 女性有很好的支持系統 所以 這點我就 我想不到任何因素 為什麼我要不要 所以我就會覺得 明明我自己的時間 比較好調整 財務上也OK 那這件事為什麼不能做 然後他就是一個guel 尤其在我現在36歲 不要去動軟之前 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 也不是說省錢 就是 好像跳過了一些階段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接受 我的價值觀是這樣 那後來我又挑戰一個價值觀 就是 如果 很多人是奉旨成婚 那我有一些朋友 的確奉旨成婚 但他們沒有過得很開心 我說的開心 是他們可能在價值觀 彼此還沒有討論完了以後 突然間結婚 導致他們的婚姻 不是那麼幸福 那我自己經歷過一個婚姻 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 我還是很相信愛情 相信婚姻 但是 但就會覺得 這件事要從長記憶 我可以十年後 嫁給這個人也沒差 或是我們真的發現不合 但是我們兩個 給這個傢伙 同一個 都很有愛的環境 也沒有不好 因為很多我的男性友人 之前就會說 你不知道現在很多小孩子 長大以後他們去幼稚園 或幹嘛 會被說什麼沒有爸爸 或是幹嘛的 可能會有 但是呢 小孩子有爸爸 他不是沒有爸爸 只是那個相處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那是 怎麼教育一個小孩 跟怎麼給他愛的問題 所以我就決定 就我還是這樣決定了 是我太固執還怎樣 但我還是覺得這樣 對我來說沒有不好 辛苦的 除了我以外 還有我的同事而已 還有我的 員工 我的員工 還有我的co-founder 他會很慘 因為我們今年會辦一個很大的節日 然後那時候我應該去生了 所以他一個人要扛下來這些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女性是這樣 荷爾蒙一旦出來了 什麼東西都做得出來 啊 可以扛的 所以我們不是要逼女性 什麼女強人或幹嘛 而是獨立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 比較好啦 可是大家會好奇的是 以S姐來說 你要怎麼去教育你的 小孩喔 對啊這個其實還蠻困難的 對其實我很多東西我都沒有準備 每天叫HIPHOP嗎 喔對我都給他聽些很HIPHOP的音樂 不會很重金屬 但真的很HIPHOP 所以他出生他一直都有節奏存在 所以他出生可能就會一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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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嗎 是男生是男生 就是 就是我跟男生可能比較有緣啦 還是什麼 男生就等一下五歲就可以當同工喔 把他賺錢這樣 對但但就是 這就是好像男 小孩的性別是男性決定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對啊 所以順其自然再次強調 沒有說 不相處 但現在就是一個 我覺得朋友的狀態 對我們兩個都比較好 因為會 那個相處會太刻意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這樣 那剛好我自己經濟獨立 那我怎麼想小孩的未來 欸 我想過很多天花亂墜 你知道在我人生還沒有懷孕之前 我想過哇 我以後就是領養個什麼 非洲小孩啊 這樣很帥 因為我是一個華人 可是領養個黑人 我想過超多人的 沒的 然後 孩子的爹好像也想過 他自己要在海外領養啊 幹嘛的 找帶領孕母什麼的 他覺得他人生 找到人生另一半的這種 然後 反正我們有時候會閒聊啊 事前 然後 我對小孩的想法就是 他不要學壞就好了 我不想走正規的教育 也沒有說要走那種 高級的貴族教育 都不是 而是 不要學壞有很多種方式 然後 我只覺得我不喜歡抽菸 所以不要抽菸 罵長話可贏 因為我會罵 然後 但我覺得他交友要廣闊 然後知道怎麼篩選朋友 就是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 那 我很認同台灣的 某一些教育 就是在小學之前都是教倫理 我覺得很好 然後我們旅立學院的課綱 也是108課綱 K12直接改過來的 所以我相信台灣的教育會更好 只是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彌補一些 台灣教育太田壓式的東西 那 這就是我想過的啦 但其他我就沒有想太多 所以他去哪裡念什麼學區啊 I don't care 我不 care 什麼貴族學校 然後他交友圈什麼 一定要跟一些厲害的人 什麼 什麼家裡很有錢的 爸媽幹嘛混 有些人是這樣想嘛 我就還好 因為我覺得 一個人他要能夠看過很接地氣的 不要學壞 然後他也看過很厲害的 他自己就會知道 他不是在比較 他只是覺得 這些人都就可以一起相處 他就比較不會有一些間際歧視 就是我自己啦 所以 會不會出國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過把他送去南非 非洲 因為我覺得非洲是一個 未來很大很大的市場 然後我自己這樣想 所以 所以就再看囉 就我覺得很多事都是順庭自然 很多人 很多人當爸媽會先規劃 但 因為我不是有規劃 就生小孩的 所以 對我來說很多事情 越驚訝越 越特別 但我必須說前提是 你懂得獨立是什麼 不是代表你要很有錢 因為我也沒有很有錢 可是 我至少可以養活自己 然後養小孩還活了下去 沒辦法請24小時幫我 可是 至少還有一些朋友可以幫忙 然後辛苦一點 我都覺得還好 其實也蠻多女性是支持的 我們的學員 我覺得也很棒 因為裡面有秘乳師啊 助產師啊 我覺得都給我很棒的支持系統 所以 所以我也很感恩這個學員 然後 就很好啊 我覺得大家其實女性都喜歡 幫助他人的啦 只要沒有在利益衝突底下 對吧 所以在很 之前我們大使就有提過 他覺得很多女性都是 禮教跟忌妒 可是在 一聽到你是有小孩子 好像瞬間大家就會 就是比較 不是說憐憫 就是比較 在同一個圈子 媽媽會有自己的那個連結圈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去體驗一個媽媽 覺得 也沒有不好 因為我其實是個同理心 非常極度之差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 學習成長 然後 就像自己人生可以再重活一次 喔 怎麼那麼感人 不要哭了 荷爾蒙 荷爾蒙 好 那就歡迎如果有一些育嬰廠商 喔育嬰廠商 快樂快樂育嬰廠是七月 所以呢 但保健食品我也都已經買超級不低夠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有這種大家的捐獻還是什麼 對或者是要業配啊 或是什麼 合作啊 我相信S也一定會幫你 對 只要我願意 我會篩選掉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真的很願意分享 然後 然後我體驗會講得很實際 我覺得好或不好的地方 然後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產後會掉髮 就是太多人沒能嘛 所以 媽媽市場這個蠻爽的 我是還特地去研究了整個媽媽產業鏈 從 背孕到 懷孕到 懷孕到 中間的支持 然後到生小孩以後 這個市場爆炸無敵大 可能比遊戲業也還大 我開玩笑 但是 這個賞真的很大 那對我來說是個幸福的體驗囉 最近有收到一些IG的私訊 如果你想過聊天其實IG 我會比較回的比較快 IG的私訊 他會告訴我說 他身為一個媽媽 他不想要被自己 自己被定義為一個 我是二寶媽還是三寶媽 好像 我的生活是背上小孩 去成長的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媽媽 借門可以想想的議題 為什麼 比如說我是Sherry 我是二寶媽 為什麼 我知道你可能很 proud 可是 可是你也會想要有自己的名字 你的形象 所以 你的形象不只是媽媽 可能還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角色 比如說我是一個 新時代女性 我有一個小孩 但他就會感覺到 你其實是一個不一樣的人 那 我現在怎麼跟別人介紹我自己 我就會說我懷孕六個人 然後開玩笑 但就是 我會 建議的是 不要被自己的角色舉先祖 好像我是個媽媽 是個媳婦 我就一定要聽公婆 定誰的話 因為太多人時訊我說 他的公婆公公 覺得他不應該怎麼樣 他出去學習 好像就是一個背叛家庭 等等一些這種 很多很多 然後也有遇到 時間都被小孩卡死了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有人生很多想做的事情 那很多事不用現在一定要全部做好 他是可以排序 依照不同年齡層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事情不一樣 所以 很多你想做的事 不一定要等小孩大了 他可能可以在你的碎片花時間裡面去理由 然後 有時候跟另一半溝通 他願意支持的話 其實 假日也是會 有一些me time 是蠻重要的 或者是某一些天的晚上是me time 我覺得me time 你會覺得說 我怎麼爭取都沒辦法 那你就看你老公 如果他有很多自己的me time 那就是你們的婚姻不平等 不平等不代表不好 而是 你接受那當然接受 但我會選擇的是 就算有 不管有沒有另一半 有小孩 你還是要me time 那只是me time時間 小孩請別人幫忙 我覺得這件事 對自己的心靈調和蠻重要的 所以呢 給大家很多的想法 因為我還是一個 新手還沒有變成媽媽的媽媽 所以呢 還在努力當中 那就祝我身體健康囉 我們就下次見囉 好害羞喔 有 掰掰喔 掰掰